应该说呀美国在这个叙利亚其实一直也扮演着代理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只是这次呢更多的是俄土之间的借助叙利亚这个政府军和反正红武装冲突之间的一个博弈 所以美国呢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它属于一个隔岸关火的状态 那么我们知道土耳其这个国家外交手段是非常灵活的 它横跨欧亚两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从俄罗斯也进口了大量的这个军事装备包括S300S400等等的防空武器 但是呢这个国家呢又跟北约跟美国关系也同样的密切 那么从美国来讲叙利亚有着它的地缘政治的考量 另外一点这也是跟俄罗斯抗衡的可以说是一个前沿 在前几年的叙利亚战争当中呢美国是吃了暗亏的 俄罗斯支持的政府军呢应该说还是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胜利的 所以这个地区呢美国也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对于爱尔多安的要求 土耳其的要求 美国会进行军火的支持 但是因为呢美国又跟土耳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矛盾又有这种妥协 所以在这个出口军火的问题上呢 还是有美国的考量的 比如说土耳其在这儿已经买了俄罗斯的S400 那么美国呢当然是不高兴的 而且呢美国如果直接把爱国际导弹部署在这个伊德利普地区等等 也会呢把自己裹挟进这种目前比较激烈的地区冲突当中 但是从整体大的战略背景来看的话 毕竟土耳其是背靠着北约 跟美国走得又相对比较近 而且美国支持土耳其对抗这个 间接的支持叙利亚的反冲武装 对抗俄罗斯对抗叙利亚政府军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在未来的合作中美国一定会加强跟叙利亚的反冲武装 包括土耳其的相关的合作